好,歡迎回來這邊的工房,我是Chickley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第三三回這個單字 這單字叫Sore Sore,它是動詞,然後是咒聲或者是翱翔的意思 那就是,你可以說某個數字或者指數上升得很快 或者是某個某隻動物在天空上翱翔 這邊都可以,這個字都可以用 OK,Sore 那這個字是一個人要求我做的 其實在做這個之前,我也不知道這個字可以做拆解 做完才知道這個字其實可以拆成兩個部分 還不錯 好,我們來看這個字如何拆解 這字前面的Sore的S是可以拆出來 然後跟OAR 那S這邊其實是往外的意思 然後後面的OAR是空氣或者是上升的意思 那可以用AR來記憶 OK,用AR來記憶這個字根 好 然後這個字根通常是以AER做出現 好,所以你可以大概記憶一下有兩種字根 一個是AER,一個是OAR 好,然後它是AR的意思 好,記憶這樣 好,那S,這個比較特別 這邊的S比較特別 它其實一開始應該是要長成EX 這個字 一個是往外嘛對不對 往外的意思 那這邊會變成S的話 其實有點 就是語言一直在改變 其實那時候從拉丁文就有保有EX這個頻寫 那到了法文就變成ES X變成S 然後慢慢到英文那個E也不見了 所以剩下S 所以這個字滿有趣的 OK 那詳細的那個變化過程 會在那個底下的那個Description那邊 有詳細描述到 OK 所以其實它一開始是有EX這個東西的 那慢慢到英文就慢慢簡化,簡化,簡化,簡化成S 所以我把這邊歸類為它是一個字首 OK 往外的意思 就是等於EX 那聯想的話就是往外 然後在空氣中上升啊 之類的 所以可以當作某個數字 OK 極速上升或者是 某隻動物在天空上 天空裡翱翔之類的 OK 好,那我們來延伸單字 往外EX或者S S比較少解答 我們就從EX來看好了 這個就先不要看 好 第一個字是Egress Egress 它是名詞 然後是出口的意思 那其實這個字滿有趣的 它這個字才成這樣子 然後Grass的話是 走 走的意思 好 那這個字其實可以跟另外一個字一起記 叫做Exit 這個字應該是比較常見一點 Exit Exit就是在任何逃生出口都會看到這個字 那其實Exit這個字 我們放到來看 Exit這個字 其實這邊EX 有講過了嘛 對對 往外 那後面的IT呢 它其實也是走的意思 好 所以 其實 Exit跟Egress 這兩個字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沒有 因為他們拆作兩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都是 往外 跟走 OK 所以這邊有兩個字可以給大家記一下 可以 建議可以做個筆記 這邊IT是走的意思 然後這邊Grass也是走的意思 可以一起記 好 第二個是Efficient Efficient Efficient 這個字 可以拆作 這樣子 好 後面ENT 是一個形容詞之維 好 蠻熟悉的 那這個字其實 這個字可以蠻熟悉的 它是to do的意思 or to make OK 這個講過蠻多遍 它中間的I 無意義 好不好 這是一個 磁幹野生物 沒有意思 那關於磁幹野生物是什麼 之後會再做其他影片做講解 OK 然後形容詞是效率高的意思 Efficient 其實 這個字語意會 就是也會變啦 就是從以前到現在 語意會慢慢改變 所以 一開始是說 就是字面上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意思 你可以是做很多事情 然後之後就變成你效率很高 對不對 做事情很快的意思 好 第三個 Ecstasy Ecstasy 這個字蠻有趣的 這個字這邊的 y的話 是一個名詞之位 OK 那前面 ec的話 也是那個ex 然後中間的sta 這邊是 我們 to stand的意思 站起來 站的意思 然後這個s 就沒什麼意思 好 也是一個磁幹野生物 好 反正中間的sta 就是站 那這個字 意思也有做演變 好 字面上就是 站在外面 就是很high的意思 然後 簡身也有拿來做藥物名稱 就是 搖頭丸 OK 那其實你看到這邊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明明這個字首是長 EX 長這樣 可是為什麼它會變成 E啊 然後變成EF 然後也變成 EC 這個跟 我們的構實規則有關係 那之後我們也做影片 詳細跟大家做解釋 OK 好 我們來看OAR 那我剛剛有說 其實這邊可以直接記AER 就是空氣的意思 這個字跟AER比較常見 OAR比較不常見一點 好 第一個叫Aerobics Aerobics 有氧運動 OK 那這邊的 這邊O可以直接跟前面一起搭配來看 然後中間的BI 或者B 那這邊應該是 增加了ICS 所以這個B才會變 剩下B 可是它原本只有 它原本是長BI這樣子 OK BI就是生命 生命 LIFE OK 所以有氧運動 好不好 就是做跟空氣有關 就是 跟 氣 跟氧氣有關的一個運動 然後 這個ICS 在字尾的話 其實也蠻上見的 等一下下一個字再做想見 第二個字叫做 航空學 它是 Aeronautics Aeronautics 中間這個NAU呢 NAU這邊 這邊是一個 航行的意思 或者船的意思都可以 船或者是航行都可以 航行 好 然後T 一樣沒有意思 然後 我們要看到一個字尾 是ICS 好 前面是空氣嘛 對不對 中間是船 所以在空氣中 航行 就是 航空學 那我剛剛講到ICS 其實 通常 IC結尾的字 然後我們再加上S的時候 通常可以表示一個學科 或者是變名詞 這樣 就像 Economics 是經濟的嘛對不對 好 這邊寫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Economics Economics Economics是 我們的形容詞 是經濟的 那如果它今天多加一個S在後面 它就變成經濟學的意思 好 所以 可以記一下 這邊的IC加上S 就是 變成一個 類似一個學科 然後會變成一個名詞 同樣道理 也可以在哪裡看到呢 在 Statistic Statistic OK 統計的嘛 對不對 統計的 那一樣我們在 這邊加上S 就是統計學 OK Statistics 那S有沒有 ICS ICS 好 表示一個類似一個學科 OK 最後我們講到Ariel Ariel這個字叫空氣中的 空中的 那這個字其實也相對熬背 因為 後面的這個AL 就是我們的形容詞 然後A 中間的I 一樣沒有意思 它是吃幹人生物 OK 所以這邊講到蠻多吃幹人生物的 之後會慢慢 有機會的話 拍其他影片做吃幹人生物的講解 或者是 嗯 我的構思規則的講解 OK